首先感谢太阳顺德老师 感谢宇宙 感谢天地 也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到高雄分享 大家午安 我是来自西竹的伊亭 那可是我因为平常上班是在台中 所以我平常常读书会是参加 中曲的阴晶节的 那我觉得 就是刚才Statley的 我是看Statley的影片来的 然后所以刚才有跟他相认 那 然后自己那时候我看他Statley 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认识Statley 结果刚才有要到来 然后所以我觉得 就是看他影片之后 我就是加入了超马 那也有人因缘机会有给我一本书 那我来超马的话 其实我算是新的 那超马的话改变我今天 就是要跟他分享的三个地方 就是第一个是我的工作 然后还有我的主管 还有我的 关于我的就是另一半的部分 那首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的工作的部分的改变 那就是做新法的时候 我曾经就是也会跟在座的各位一样就是有乳房实修 可是我那时候因为工作很忙 所以我都没有看地质规 那我就只有做一二三新法 那可是老师我在影片有曾经有听您说 如果你只有做新法 可是你没有每天看地质规 那有可能的质量库会有漏的一面 那所以你有可能转动不过 那我就曾经有在做新法的时候 有遇到这样的情形 那我就有向前辈请教 那时候刚好有 有一个机会就是有请教到读书会的部分 就是有孟明哥前会 然后他们就提醒我说 可能你在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你有在做新法的部分漏掉这个 那所以我之后就有落实地质规 那在没有落实地质规的时候 我曾经发生就是 我签了一个四千万的单子 然后那个四千万的单子 文件全部都已经写好了 然后突然一个老婆不答应 结果就没有办法送件 可是全部的文件都已经弄好了 那之后我就落实新法之后 那我就开始的 就是每天会看地质规 那我就发现自己有个地方没有做得很好 就是我会有漏工的营业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生气 那就会火烧功德零 那有可能做了很多的上司 因为你的起心动念有起了称心 那所以就有可能火烧功德零 那所以我就会常常解释一下自己的缺点 那在我这个做改变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公司刚好他要搬家 那搬家的时候 因为我是我们公司里面最年轻的经理 那时候有觉得位置的部分 我一定是最慢挑选 那时候公司挑选位置的时候 我管啊 是最后一个被挑选的 那最资深的经理 他就挑选了一个位置 那那个位置的话 我那时候是很想要的 可是被他挑选 那我就是选大家都不要的位置 可是当我选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我主管突然打一同电话给我 他就跟我说 诶怡婷你知道你那个位置 是整个公司最好的位置吗 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 他说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他说你知道做就知道了 那老师在超级生命密码有提到一个 就是能 关于能量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居住到好的位置 跟好的房子 必须要等质量库 跟你的能量到 有时候才会有这个支援 那我在坐那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自己很辛苦要签单 可是单子有时候就会卡卡的 可是当我坐上那个位置之后 然后也如实的做好地址堆 然后我就签了一千万的单子了 然后是 然后是 单款的 一个礼拜 而且是 都是客户自己打来 然后就签单了 那所以我觉得的质量库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是在于我的工作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关于我的主管 那我的主管部分 我从事业务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善友跟二员 那我跟我的主管 我觉得他很好 可是很奇怪 他对我的部分的话 就会特别严格 那我有时候想一想 是不是前世欠他 很多 因为他一样的事情 可是在我 对我的部分的话 他就会讲出 比较严厉的话 那我曾经有遇到一个前辈 他就跟我说我前世欠他太多了 那结果我遇到超马的时候 我就发现 也许我现在没有跟他解二员 可是我在累劫累市 可能有伤害过他 那所以以为我在做 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 我在落实新法的时候 每天早上八点 我就会对我主管做忏悔的动作 我就会观想一下 我可能累市有对他做一些伤害 那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主管十年来 就是假设我拿第一名 然后或者是有任何的竞赛 他都不会给我夸奖 然后也不会鼓励我 然后或者是别人有一些 比如说人行康版的奖励我也不会有 可是我对他做新法的时候 发生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昨天 哎前天 前天我一样对他做新法 我主管竟然十年来 传一个简讯给我说 一体你加油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越做越好的 然后这个是十年来 我第一次收到他的简讯 然后也发生一件事 就是我主管主 走到我的包厂 然后对我说 一些鼓励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 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觉得非常压抑 然后原本不可能的事情 就化为 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 就是隔阂的部分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觉得超麻的部分 他有一个新法 叫做爱与感恩 那可能有些人觉得 他对我不好 我要怎么对他感恩 我还是观想他对我好 就想他对我好 那念甲修真 结果他就真的对我好 所以这是主管的部分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 应该是在座的女性都很想听的 就是我 我有把我的写 就是超级神秘密码有123 可是他另外有一个 左大新法叫做玫瑰新法 那因为常常有听到很多人上台分享 或者是听人家说玫瑰新法非常好用 那我就是想说要对我的丈夫 来做一个玫瑰的新法 那老师有说快折七天 慢折二十一天 那我的新法的时候 我做的时候 我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快速的改变 就是我的老公 他 其实我做家事不算是很强 然后我老公有洁癖 然后所以每次我要打扫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辛苦的是 他有很严重的洁癖 那可是我老公自从我对他做新法的时候 很神奇的是 就是我婆婆每个礼拜都会来我的家 然后他都会监督 就是看我家里有没有打扫 然后结果我对他做新法的时候 我老公都会在前一个小时 把我家里所有的家事 全部都打扫好 然后我婆婆来的时候 像昨天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婆婆说 这个都是依婷做的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听得很汉原 然后我就会问我老公说 诶 请问你衣服有没有帮我洗干净 然后老公就说 全部都是都洗好了 然后我就觉得玫瑰心法非常好用 那我也有对我婆婆做新法 那之后我婆婆也开始对我做了哪一个改变呢 就是 我就会想说 希望我婆婆也对 就是很感恩她生一个这样那么好的老公 对我 所以我就对我婆婆也做这个观想 那大家知道吗 我每个礼拜我都不用买菜 我家就会有有机的蔬菜 就已经冰到冰箱了 然后每个礼拜都有菜可以吃 那就是玫瑰心法对我婆婆用的 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有觉得生活的劲没有改变 那你可以无法失受的做心法 那我也很感谢天地的安排 让我认识超买 改变我的工作 还有我的主管 还有我的家庭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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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